全红蝉迎来全新组合 对内赛成绩随之曝光 遭队友强强力压 广东站将小姑娘全红蝉 东京奥运会上惊天一跳被众人所知 也更是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自东京奥运会之后 或许有很多人被这个小姑娘刮目相看 空中姿态无可挑剔 鸭水花更是一绝 用出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她在合适不过 而自从成名之后 外界所带来的夸奖与吹捧 或许会对小年纪的全红蝉带来压力 可是现如今她还是很小的年龄 她的未来还有很长 相信能顶住外界的诱惑 她的人生会更精彩 自阿布扎比的表演赛后 全红蝉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 不过相信有关注她的粉丝们会很清楚 全红蝉2022年的首秀即将到来 这也让不少观众感到期待 毕竟在东京奥运会的精彩表现 让她能成为了人气最高的一位 因为不仅能看到可爱的全红蝉 还能看到全红蝉的全新组合 也是第一次亮相的全新组合 这更加让网友感到期待 自从阿布扎比的表演赛结束之后 全红蝉几乎没有在大众中出现 或许大家都知道 尽管全红蝉有着天赋异禀的成绩 可是在日常的生活中 还是需要一定的训练基础 或许全红蝉没有在大众露面的原因 就是在刻苦训练吧 毕竟想要提高 或者保持现有的竞技水平 平常的训练是一点也不可缺少 然而最近的全红蝉自然也亮过相 她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心的门口 接受了采访 也让大家看到了那么瘦的全红蝉 在近期训练的阶段当中 全红蝉迎来了全新的组合 那就是和队友陈玉希的女双组合 这个新组合的挑战 是全红蝉接触的第一次 这次适合自己的队友 也是自己的好朋友 他们两人的默契 或许他们会知道 在最近经历的训练中 两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 默契或许会更加的达标 在进行的队内赛中 他们的组合还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目前队内赛的成绩也随之出炉 然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全红蝉遭到了队友的强强力压 一直稳坐第一的全红蝉 在这次的队内赛中没有拿到冠军 而是让队友陈玉希拿去了 要知道跳水这个项目 对于全红蝉来说 是很轻松的项目 只要他上场 第一必然是全红蝉的 可是这次流出的队内赛 比台第一竟是陈玉希 抛开这些不说 这只是一场队内赛 并不是所关注热烈的什么重要赛事 全红蝉如今最该关注的 是4月21日将举行的 2022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 要说全红蝉的实力 他也曾经在全运会的决赛上 闯出了一条黑马 如今对于全红蝉来说 最重要的是面临的发育的难关 如今的全红蝉 人长高了也变瘦了 偶尔的一次小失误并不要紧 如果这次闯过发育关 那他的人生也会取得更多的成就